如果我不撥亂反正就只能看著其他一知半解的人胡說八道 市長您好 请问如果台北市发生了七级以上的超级大地震 定义叫三崩定裂 101跟翡翠水库都垮了 是不是死伤惨重 但请问市长您知不知道 何四可以承受七级以上的超级大地震 耐震程度比101还有翡翠水库还要强 我是不晓得他 对您不知道没关系 我先来告诉你 也就是说如果双北市都已经挣垮了 何四都挣垮不垮您知道吗 会啊就是一起完蛋 不会何四不会完蛋 他的耐震系数比所有的建筑物都还要来得强 您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 第二请问您知不知道 美国能源部和欧盟定义何能是洁净能源 对 请问您知道法国捷克匈牙利波兰芬兰斯洛法克等一大堆的国家 认证核能是绿色能源 对 请问您知不知道用过的核燃料 俗称核废料 您知不知道美国如何处理 好像放在地底下 那您知不知道法国如何处理 也有在处理的 那也是专业 这个老讲 您知不知道核燃如何处理 我不晓得 没关系 您知不知道用过的核燃料 它可以回收再利用 依照现在最新的科技 这我知道 可以回收再利用 您知不知道 核四如果产生了核废料 放在核四厂里面就可以了 目前核一核二也是一样 对 所以这就是它的处理方式 最后请教市长 为什么海外都可以处理核废料 而民进党却告诉大家 不能处理核废料 您认为为什么 他技术还不够 谁的技术不够 那个处理核废料是蛮专业的 所以海外有这个技术 台湾已经有这个技术 为什么民进党告诉大家 没有这个技术 为什么 不知道 他们将在这里 是将写我们的技术 你好 优优球 实际上 一终都 从 视红 听起来 那 来 准备 第二 дома 移 在 好